近日,孙逸文这位选手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,他目前已经是29岁的老将了,不过依旧选择征战巴黎奥运会,所以在参加活动的同时,孙逸文也会进行日常训练,从他最近晒出的照片和训练视频来看,他的训练方式非常的恐怖,并且充满了力量感,同时也展现出了一双大长腿,看起来实在是太养眼了。 孙逸文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赛场上获得了女子基建的金牌,这枚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三枚金牌,在比赛的过程中,孙逸文和对手进行了激烈的对抗,最终凭借决一键的方式获得了这枚宝贵的金牌,也令大家非常兴奋。 孙逸文这位选手的身高非常出众,作为一位基建选手,必须要达到身高、腿长、臂展、依旧出色的身体条件才能够取得好成绩,因此孙逸文的身材也是非常出色的存在,即使和一线模特相比也丝毫不逊色。 根据孙逸文最新的日常训练视频来看,他的大长腿实在是太养眼了,通过简单的收腹曲腿,并且将腿打直的动作就可以看到孙逸文的核心力量非常出众。 虽然是一位女生,但是孙逸文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晃动,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,而孙逸文的大长腿也吸引了很多粉丝的关注,从视频和照片来看,孙逸文的身材比例堪称黄金比例,一双大长腿十分吸睛,并且身材也是高挑纤细。 希望孙逸文能够在训练中坚持自我不断突破,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在巴黎奥运会的周期里取得更好的成绩,期待他能够帮助中国基建队在之后的多项赛事里继续前进,同时也希望孙逸文这位选手可以成功实现自己的心愿,在巴黎奥运会到来之际展现强大的实力,顺利参加下一届奥运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